我相信主的话语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 阿们 来 跟牧师再一次把手放在心口 跟牧师一起来跟主祷告说 亲爱的天父 对我的心说话 继续说 我选择坐在你的脚前 你浇灌我 活水浇灌我 冲刷我 点亮我 让我更多的看见 我便觉得有力量 有方向 奉耶稣的名 我大大的掌口 我要充满 大大的充满 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继续来领受 Amen 哥罗西书第三章 保罗在灵里面 他看到今天我们真实的身份 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哪里啊 天父的右边 为什么右边的 因为右在圣经里是代表权柄 代表公义 所以所有的祝福只临到有意的人 没有意 什么都没有 没有意 免谈 有意 什么都不缺 所以一切都是 因信称义 然后你坐享其成的 为什么因信称义 因公义得监利 这个真理是最重要的 因为没有意就有罪 有意就没罪 有罪就没意 有意的 一切都有 有罪的 就说明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意的彰显 什么好事情都没有 如果有罪 只有咒诅 他整个天空是乌云密布的 在同一个办公桌 你坐在这边 他坐在这边 如果你有意 而他有罪 天壤自别 这是属灵的真实 所以保罗为什么说 今天我们与基督 一同坐在父的右边 因为必须是有意 你才能坐享其成 所以最丰盛的生命 一定是坐着承受的 一定是坐着的 你坐得好 你就活得好 坐代表什么 坐代表安息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其实这个思念上面的事 就是一直在思想真实的 当你看到一些的新闻 你一定被叫动 当我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 感到极度的挫败 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 我不能接纳自己 我对孩子发脾气了 我太着急了 我对自己很失望 可是我必须要回转 哈利路亚 回转到我真实的身份 我知道真实的我与基督 一同坐在父的右边 就是在现在 我要看见 耶稣基督 接纳我的 耶稣基督帮助我的 耶稣基督也亲自 会教导我的孩子的 整个思维 回转到真实里 所以保罗说 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 一定会被这世界 许多的东西给教了 一次一次的回来 我已经得胜了 之所以坐在天上 保罗是谈到一个属灵的得胜 谁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切断上帝对你的供应呢 有人能切断你自己 当你不相信的时候 最大的拦阻不是环境 灵界的真实的供应 是非常真实的 只要你转向它 你信 上帝永远是早预备的 当犀利王要追杀耶稣之前 上帝早就预备东方的博士 送来黄金 卤虾 墨药 所有的需要都预备好 有黄金 就有盘产 接下来 可以去往埃及 所有都是早预备的 但是有没有接收到 是重点啊 各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二节 你要思念上面的事 保罗马上紧接着讲 人为什么不能思念上面的事 到底什么原因 到第八节你就看 但现在你们要细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脑恨 愤怒 恶毒 毁报 并口中的误会 因为这些事 让你被压住了 使你不能够思想上面的事 以至于金油管的贡献被你堵塞 所以永远不是上帝不供应啊 永远不是神的恩典不够用啊 而是当一个人 他在人际关系上 在工作 在家庭的一些挑战中 他被这一些地上的事给缠住 好像这些 人在草丛中走啊 这些杂草把他的脚绊住了 他想往前走的时候 走不动了 保罗说这地上的事 是你要懂得去细绝的 哈利路亚 就是脑恨 愤怒 恶毒 毁报 什么是愤怒呢 带着怒气的强烈渴望 什么是毁报呢 贬低重伤 人之所以要毁报 是因为里面受伤嘛 疯疯不平嘛 所以这个叫反应还是回应啊 反应嘛 哈利路亚 回应是怎样 不管人怎样对待我 我知道我感受很不好 可是主啊 如果我实施反应 那对方也一定反应啊 渊渊相报 没有了的 所以就反应来反应去 这世界所有的冲突战争 都是因为反应嘛 在血气里争战嘛 教会和教会 牧者和牧者 弟兄姐妹之间 如果在反应里面 保罗说 你等于就是用你错误的焦点 拦住神对你的供应 上帝说我多么巴不得 要祝福你祝福你 可是没有人在乎他 大家都要争一口气嘛 要为自己争辩 要为自己争战 可是牧师 他这样对我真的不公平啊 在地上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点公平 耶稣就不会来 在地上有苦难 括号 在地上没有公平 信耶稣不代表 你所经历的都公平啊 在世上只有不公平的 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平 我告诉你 当孩子长大的时候 连爸爸妈妈也都会有倾向的 我喜欢这个孩子多一点 喜欢那个孩子 也不是说不爱他 可是你依然有倾向啊 你敢说我百分之百公平吗 哇 那个人怎么这样 哇 还在教会服侍呢 服侍同工竟然也都这样 我们会不断地失望 愤怒 恼恨 恶毒 悔报 魔鬼在那里拍照 对对对 搞下去 搞下去 千万不要思念上面的事 千万不要想到神为你振战哦 千万不要想到神是补还的哦 千万不要想到神与你同在哦 所以看到神的孩子 就是这样子被偷窃 这样子被门闭 保罗说 醒过来 思想上面的事 谁能切断神对你的供应的 never 没有人可以切断 没有环境可以切断 在地上没有路的 在天上有的是路 上帝总是在旷野开道路 旷野是什么地方 没有路的地方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保罗 他说我被你们论断 你们是谁 就是保罗所牧养的人 我被我牧养的人论断 或被别人论断 但保罗在这里面竟然 他说我都以为 极小的是 保罗在这里面谈到 他说我不允许 这些的事情 拦阻我 领受神的产业 因为这些的事 如果我把精力给他 我把焦点给他 我把时间给他 会害我自己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大家一起来跟牧师说 极小的事 换句话说 你看一个人的生活 他整个生命活成怎么样 其实在他的内心最深处 就是他如何对待别人的声音 因为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 别人的声音是很强烈的 在他的里面翻江倒海 最爱我的人伤我最深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君子报仇九年半不晚 我们的里面非常强烈地在运作 在血气中翻来覆去 所以诗人就说 敌人的牙齿是刀是剑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拿刀在磨牙齿 磨牙齿 他们在磨牙 磨牙做什么 白天看到他的时候 就开始用恶毒的话语来反击 往妇人家的院子里扔石头 不代表穷人可以富足 你的富足不在于你赢过别人 赢过别人是个结果 是神提升你 你的富足单单在于神为你开路 在基督里是一个真实的环境 我在世界我不属世界 你的供应不是由你的老板来 你的供应不是由你的客户来 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不能因此得以诚意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保罗把他所有的焦点 都放在主身上 只有主是判断我的 今天主怎么判断我 透过耶稣的宝血看我 是圣洁的尊贵的义人 紧接着保罗就谈到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等到什么时候 只等主来 换句话说 有一些的事 你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主还没来的时候 你可能一直没有公平的结论 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公平 可是既或如此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有一些的事情 在你活着的时候 你想要的公平 看不到啊 保罗自说一说 主等主来 因为保罗相信 主一定会来 丁尽天上荣耀冠冕 容许别人看你低吧 容许别人说你吧 你的亲子关系才重要啊 你的家人关系才重要啊 在神的眼中最看重的就是家 保罗甚至对服侍族的人来说 若不照管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 保罗你是不是太没有灵魂的负担了 你太容忍教会这么衰落啊 爱人如己 先爱自己 你若不自私地爱自己 你永远无法真正爱灵射 我很容易捐一百块一千块给某一个灾区的人民 但我却爱不了我的灵射 我的爱里面有很多的虚假 我的爱是很多保留的 因为爱家人 因为爱灵射 才是要逼着你也好 你必须要来到主面前啊 我捐一千块 甚至更多的钱给灾区的人民 我可以不用到主面前 我也能捐 一个人可以建希望小学 建二十间希望小学 但是他的家极其地破碎 他不愿意饶恕他的家人 他不愿意饶恕他的朋友 一个人可以做很多漂亮的事 等在报纸上 不代表他真正成功 这是神言中的成功 神言中的成功是 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保罗谈到的是什么 真正的成功是 你自己活得好吗 你的心真的自由吗 你快乐吗 哈雷路亚 只等主来 保罗其实把人整个焦点 带到一个永恒的高度 用永恒的高度来看待今生的日子 因为这短暂的今生会过去 而保罗讲到最直接的一句话 我若信靠耶稣 只在今生有盼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你积债财宝在哪里 对你来说 什么最重要 人类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要移民火星 这是最高瞻远瞩的梦想了 但是如果人类移民火星 却不认识基督 不以基督为中心 依然是鼠目寸光 因为人在这短暂的时间之内 依然会结束 人们不只是在地上 为自己建造王国 人们还要把王国建造到火星上 因为人们对地球太失望了 可以开辟一个全新的新世界吗 人们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吗 但人们不愿意面对家人的脸 人们不愿意在教会中 面对他的弟兄 他的姐妹的眼神 人们不愿意饶恕 小组中的一个组员 虽然他可能建希望小学 虽然他可能奉献一千块到灾区 虽然他有一个梦想 有一天移民火星 我也去看 但他不愿意面对他身旁的人 这是成功吗 世界的文化都是向外扩张 唯有基督的道让人向内扩张 神要扩张你的内在 跟你旁边的人微笑一下 说向内发展 不要基于向外发展 Amen 在这地上人所建立的一切 如果不是在神的旨意里 都是净花水月 海事圣楼啊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可是在这短暂的地上 我们怎么活 爱你的家 我下面要跟大家讲一段话 就是在这几天 主给我的这一段话 在这末后的世代 世界上最激烈的争战 不是在可见的领域进行的战争 而是在不可见的领域进行的 非常真实的属灵的信息战 主给我这三个字 我要跟大家谈到信息战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发生的最激烈的战争 就是关于信息的战争 我不是只讲5G啊 或者6G啊 这种通讯 因为事实上你发现 当人在物质界 在加快这种通讯的科技 这其实全部都在反映出来 灵界征战的真实 因为灵界在加快速度的时候 物质界也同样会呈现出来的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 看得见的战争 其实不是导弹和飞机 而是关于科技 因为这背后全部都关乎速度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速度 谁能先早知道啊 包括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 他们有一个计划叫星链计划 他们目前计划在太空上面放两万个卫星 把整个地球包住连成一个网 从太空发射信号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虽然真正实施起来 目前看难度非常大 有点遥远 但人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 当大家还在谈论5G的时候 有人已经在规划6G 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三个字 快速度 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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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背后隐藏的就是信息 因为谁快一点早知道信息 谁就能发财 所以人们都很向我那部消息 这个公司上市之前 如果我知道这个公司要上市 这个公司接下来有什么发展前景 先买它的一部分的股权 人们在乎那部消息 你真的确保 很内部的人能够给你那部消息 没有人会想到 杭州有一家即将要上市的 股市要达到世界前列的大公司 暂缓上市 所有的人都在乎 要快 因为我在背后反映出的是两个字 恐惧 恐惧会引发焦虑 焦虑 引发争夺 要强 先下手为强 可是我下面要跟兄姐妹谈到 也许你觉得这个看得见的世界 发生的战争已经很激烈 可其实背后更激烈的 是信息 属灵的信息战 什么意思 神要给你信息 但魔鬼也千方百计 想要给你糟糕的信息 你知道在末了的时代 谁会笑到最后吗 谁会真正的兴盛吗 当主给我这段话的时候 我里面真的是极度的喜乐和兴奋 不管你今天的光景如何 你不是要追求成功 你不是要追求钱财 但是当你在正确的律里 你不兴盛都很难 只要在正确的律里 哈利路亚 你要有多大的力量 才能够抵挡神的兴盛 挡都挡不住的 只要你在正确的律里 在末了的时代 谁会真正兴盛 那一些真的在灵界里 吸收到神的信息的人 因为神的信息 超越在地上一切的人 所能给你的信息 神的信息 不是快一天两天 神的信息可以快十年 神的信息可以快两千年三千年 两千年三千年就有先知说 有一位弥赛亚要来 但很多人把这个信息当作笑话 而那些真正接收这些信息的 而预备自己的 在永恒中有极大的赏赐 上帝会关乎你的家庭 给你的一些话 我告诉你 上帝关乎你的公司 上帝关乎你的行业 会给你一些话 现在关乎的是 接收的信息这一端 是什么状态啊 我们的里面好像都有一个收音机啊 你看过以前我们用收音机的时候 有些收音机比砖头大 对不对 有些收音机是很老式的 天性要拉得很长 所以收音机会怎样 你转那个圈 你转到哪一个频道 它就会有哪一种声音 我就想起啊 我以前小的时候 老家隔壁呢 有一个阿公 他很喜欢听一种 非常流行的音乐 他那个年代 所以他每一天就坐在门口 打开那个收音机 调对那个频道 那个频道放出来的是非常先进的音乐 树上的鸟 成双对 我告诉你 从早晨到夜晚 放个不停 每一天 他调的频道 就是那个信息 所以他接受的就是鸟儿成双对 后来 我发家致富了 也买了12块的一个收音机 我一想很深啊 我买了一个收音机的时候 我选的是什么音乐 哇 很重要的 一想 明文就算顶不漏雷 明文就算可吃雷 是明文就算空下座 你做呀没吃雷 便漏雷 伤心更不减雷 我原来 一生文与非万雷 哇 哇 跳这个信息 哈利路亚 所以 接下来就PK了 我隔壁的阿公 树上的鸟儿 我就调我的频道 明文周深 订不漏雷 树 明文周深 订不树 你的收音机 调什么频道 在地上充满了 FM66.6 你了解吗 可是今天 你的频道是 FM77.7 哇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啊 才有同样的频道啊 哈利路亚 FM55.5 唱出来吗 FM77.7 FM5.5 你们一月的细胞 都发挥出来了 属灵的信息站 魔鬼透过各样的网络 新闻 各样的传媒 网络越发达 拉起来的越迅闷 你一点 狼就到你那时 多少混乱的信息 要冲塞在人的头脑里 我下面会跟牛姐妹谈到 主给我的几处经文 在保罗那个年代啊 人们接受的信息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保罗论道 关于基督的复活 因为有些人不信基督的复活 有些人也不相信 人会死里复活 会被提 他说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这是当时流行在 希腊文化也好 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 人心中的思想 魔鬼掺杂进这样的信息 人死如什么灭啊 如灯灭 哎呀 不要跟我讲永恒 不要跟我讲什么耶稣 搞得玄之又玄 人不就是畜生变的吗 人不就是何止变的吗 我们是唯物主义 人死了就没了 所以人们要在短暂的生活中 要怎么样 要及时行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 不求天残地酒 只求 哇 这么熟悉啊 你看到吗 人们在追求的 都是短暂的 这是什么 魔鬼塞进来的信息 魔鬼的寂寞 就是把人给动物化 我的祖宗就是猴子 而且他很生气 你不相信你的祖宗是猴子 你不跟他一样 他很生气啊 愚昧 无知 什么年代了 还不相信进化论 愚昧 无知 我真的不相信 我祖宗是畜生的 愚昧 无知 人们是被这样的信息 给门闭和压制 而神伟大的计划 就是恢复人有神的尊容 因为耶稣住在你里面 你可以恢复你的生命 可以基督化 而魔鬼的寂寞就是动物化 今天我们被什么样的文化清乱 我虽然相信耶稣 但我依然可能追求地上的事 依然在跟人那里争 人那里斗 依然天天火急火燎地 赶在某一个风口 你可以错失吗 如果神没有叫你跟上 不要跟上 因为跟上就损失 世界的人说 如果我跟不上我就损失 在基督里的你永远没有损失 因为如果你没有照着神的节奏 快跑的未必能赢 立战的未必得胜 别人说赶快投资 赶快投资 赶快投资 一定发 一定发 你不知道这个坑有多大 你们不要自欺 烂交是败坏善行的 为什么烂交 因为即使行了 魔鬼给人的信息是什么 短暂的精神 所以雅各书第四章才这样子说 他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雅各在这里面说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要轻举妄动 哈利路亚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引导 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城市 凡事都可行 哪里都可去 但要先寻求主 你做的所有的投资 你去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 请龙虚牧师请求 恳请你 请牧师一个建议 你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去的任何一个城市 你先来到主面前 你不会损失的 培养成这样的习惯 什么都可去 但是如果神不让你去 不要去啊 下面我要跟大家谈到 一个圣经的例子 神在教导我 什么叫做信息战 创世记事事一章 我们都知道 这个圣经的背景是讲到 约瑟被他的祖母 波提法的妻子 诬陷到监狱里 后来 约瑟在监狱中 服侍过的一个酒阵 他出狱之后 有一天 他想起曾经答应过约瑟 他出去之后 要把他救出来 到那一天 法老做了一个梦 但没有人能解 酒阵就一拍脑袋想起 曾经在监狱中的约瑟 他是个神人 后来 法老急速地把约瑟调出来 让约瑟给他解梦 法老就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什么话 听好 无论在地上发生什么 上帝那里终有平安的出路 上帝那里绝对没有绝路 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个挑战 我们的指望都没了 主啊 什么时候呢 这要等到多久呢 难道这样下去吗 但是 约瑟 他还不知道法老是什么梦 法老有没有跟他说梦 这个时候法老有没有跟他解释 法老做了什么梦 还没说 但约瑟里面有一个平安的确据 不管你给我什么梦 我的神 都可以透过我 来对你说平安的话 神都可以透过你 对人说出 给人带来平安的 光明的 有出路的话 你就是你家的一个教 你这个教 可以是整个面团发起来的 你的家 因为有你这一号 神宝贵的管道 有福啦 跟你旁边的人微笑一下 他说你的家应你而蒙福啊 Amen 一定的 因为你会把平安的话 哈利路亚 不管是什么难题 我里面有答案 自由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不用人指教我们 自由主的恩高教训我们 不是说我们不要谦卑 向人领受 向人学习 有一些东西神透过人 有些时候神亲自教导你 那么我们都知道 法拉做了什么梦 法拉就说 我呢 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 我见水里 有母牛上来 哇 这七头母牛 又肥状 又美丽 很快 又有七头母牛上来 极其的丑陋 而且很干憋 那干憋的母牛 就把肥状的母牛给吃了 这是第一个梦 第二个梦 我见有麦子 长出了麦穗 哇 刚开始长出的是七个 又饱满又结实的麦穗 后来又长出七个麦穗 很干憋 很丑陋 那很干憋的麦穗 七个把另外 刚刚先长出来的 七个饱满的麦穗 给吃了 这是啥意思呢 我念念不悟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但约瑟知道 你可以研究报纸上面的信息吗 你可以看每天股市的图表吗 可以 如果你是这个行业的 可以 但你能掐得准吗 智者千律 终有一丝 中国人 很有意思 不怕 一万 就怕 什么都算到了 就有一件没算到 全部白算 约瑟 他得到了一个信息 在那一个年代 我告诉大家 约瑟的信息 比所有埃及的人 超越多少年啊 你知道吗 有谁能告诉我 他超越了多少年 至少超越了多少年 至少超越了七年 因为七年之后 别人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可以想象一下 兄姐妹把心安静下来 因为神这些话语 不只是故事 今天 你要知道 请回答 在当时 圣灵 有没有内住在约瑟的里面 今天圣灵 内住在水里面 那个时候 十字架还没有完工 圣灵只是降在人身上 我们真的好可怜啊 我们为了中美贸易战 在担忧 不知道明年发生什么 约瑟说七年之后 发生什么 我知道 What 那些真的看得见的人 真的安息啦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都很慌张 扎证啊 扎证啊 到底买黄金 还是卖其他的股票 还是卖某一个大公司 扎证啊 所有的人都好紧张 你看我的脚步就知道 所有的人都好紧张 哇 扎证啊 哇 扎证啊 好紧张 哇 胆扎 毛骨 草木 风声 鹤铃 鲁驴 哇 各位文学大师 你紧张吗 你了解吗 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我们的心跳 就像看到恋人一样 加快了 7 up and 8 我们好紧张 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而那一个 在鼠灵上提前得到信息的 进入牧师在搞煞 牧师要把你的阀门打开 你的里面燃烧几个渴望的植物 我要更多地认识你 哈利路亚 更紧密地连接你 因为我知道 你要让我不惧怕 为什么不惧怕 因为你要让我早知道 那些早知道的人就不急了 要涉及给法老平安的话 他说这就是我对法老说的 神已将要做的事显明给你了 埃及遍地 并来七个大风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所以刚开始七个母牛嘛 很肥壮的嘛 代表七个风年 后来七个很干憋的 很丑陋的母牛 把肥壮的吃了 就代表后来的饥荒很大 第二个梦也是一样 刚开始七个饱满的脉穗 代表七个大风年 后来很干憋的脉穗 代表七个极度的荒凉 所以约瑟说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所以约瑟马上给出了 一个清晰的方向 你当拣选一个 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 法老当这样行 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风年的时候 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这全部谈到什么 谈到怎样预备 大家一起来跟我说 预备 这全部都是一个蓝图 上帝给约瑟画了一个蓝图 不只是给你方向 不只是告诉你发生什么 还把怎么搞 怎么弄 告诉你 有计划 有步骤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是无为不知的 祂不只是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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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个F啊 哈利路亚 他说我教导你 我引导你 这个叫一步 又一步 恩典之路啊 谁要怎样 你要跟着我嘛 哈利路亚 一步一步要跟着主嘛 他说 所积蓄的粮食 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谎言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所以约瑟在这里 给法老的见识是什么 法老啊 你要选一个人 法老就摸摸他的脑袋 法老说 那还能选谁呢 那就选你吧 可见啊 没有人像你 约瑟这样有智慧有聪明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哈利路亚 法老 他整个心都被俘虏了 他整个心都臣服了 听好听姐妹 我们可能对这些圣经太熟悉了 以至于把这些内容都忽略过去了 你现在告诉我 法老是什么人啊 是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法老是当时最有权势的 掌握最大的经济体 GDP的种植 世界居首位 了解吗 人均收入 世界居首位 人均幸福程度 世界居地位 很苦啊 人心迷茫啊 国家富强 但人心惶惶 人们都在寻找答案 人们都在寻找答案 谁能告诉我 生命的答案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 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唯有那些 与基督 一同坐在天父右边的 这样的思维的人 能够带出宝座上的信息 把宝座上的信息带出来 那些本来手握大权的人 他们会说 我需要你的建议 我需要你的帮助 不是这世界的人心太骄傲 太刚硬 他们太刚硬 不信耶稣 不 而是他们没有看到 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能够带下 让他们的心 被触动的当下的话 听得懂这句话 我们的心就开始悔改 永远不是人心太刚硬 你告诉我 还有谁比法老的心更刚硬 但是法老 凭什么 他听了月色讲这段话 他也不好好 政治审查一下 月色家里面 有没有家里面 是什么背景的 月色你是啥身份的 月色你讲的话 应该用测谎一测一下 我告诉你 月色讲了话 法老像小孩子 你讲得好棒好棒好棒 我就听 我把这个国家都交给你 我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当初在讲的时候 神的人在运行 神的人在运行 这是为什么 神要透过你在职场中 如果你跟世界的人一样 世界的人凭什么听你的呀 如果你跟世界的人一样思维 你跟世界的人都是看一样的新闻 接收一样的信息 你永远搞不过世界的 因为人家还会用一些不好的手段 而你不会用 你说牧师我也会用 上帝保佑 你如果跟世界的一样的信息 人家看这种报纸 你也看这种报纸 如果我们只是在地上找食物 我们永远无法超越这世界 当神的孩子每天埋头苦干 在地上研究 地上的资讯 地上的知识 这是多大的问题 末了的时代 越来越激烈的征战 就是灵界的信息战 谁能更深地 更清楚地接收到 三成天的信息 你的眼光就亮了 紧接着 约瑟不是光说不列 约瑟 神一直在预备他 曾经约瑟在波提法家的预备 不是浪费时间 约瑟是个什么人 约瑟是一个 灵力有感动 非常敏锐的清晰 但领受 而约瑟也是一个有 领导才能的人 一个人可以有恩赐 但不代表他真正能够得胜 真正能够笑到最后 一个人的恩赐 可以让他爬到高位 唯独一个人的生命 和内在的品格 可以让人维持在高位 而约瑟的生命和品格 是在过往的日子 被魔术过的 约瑟跟神的关系 是实实在在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不要轻忽你今天 被神预备的经历 大卫啊 不要轻忽你逃难的日子 大卫啊 这些的日子都将化为 有一天 你升居高位的时候 你可以回过头来 汲取的养分 因为在这样的日子中 你所学习到的 是你一下子登上王位 学不到的 不要轻看你被人贬低的日子 因为在这样的日子中 你有很多东西要学的 它可以建立你 整个丰盛的生命的 不灰心不沮丧 因为苦难可以 把一个人打趴下 而如果在苦难中转向住 他整个生命 会极大的成长 当一个人被人拒绝的时候 被人伤害的时候 他可以满心苦毒 疯疯不平 转斩反侧 但是一个人 如果被人排挤 被人拒绝 他也可以转向神 等他转向主的时候 这一种日子 我在床上纪念你的日子 在夜更的时候 思想你的日子 我的心静静 跟随你 阿宝 你是我坚强的盘石 这样跟随主的日子 成为大卫 也成为月色 今天的保障 月色尊荣 神对他的尊荣 月色看重神 对他的看重 月色也是一个 有领导力和行动力的人 所以月色不是马上去做 月色是先来到主面前 我相信 圣经非常奇妙地记载 上帝怎样把具体的步骤 都告诉他 他告诉法老 说法老 现在 当国民大分收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计划 就是赶快征收粮食 虽然圣经 只是好像这么一带而过 但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看清 月色还要在各地建粮仓 有没有 你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 其实虽然圣经 没有把每一个细节记下来 但粮仓怎么建 粮仓建哪里 交通位置要不要考虑 要建一个粮仓 要不要考虑 粮食能不能放得久 还要考虑 粮食要不要助从的问题 要不要考虑 这一些的蓝图 神一定会教导月色 而且月色会把相应的人才 都召集过来 所以跟随主是一步一步的 教会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 不要急的 哈利路亚 你的家 你的产业 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重点是什么 这一步 这一步 一步一步 走得好 欲速者不大 不要急啊 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Amen Amen 因为我相信 这是主要对我们整个教会说的话 你知道一件事情 让你成功 让你失败的 不是外面的环境 人家在饥荒 月色照样星上 因为月色有内部消息 所以魔鬼 为什么要让神的孩子 顾念地上的事 因为只要干扰你 不要听主的话嘛 不要淋雨祷告嘛 干扰你 干扰你 用什么干扰你 树上的鸟儿干扰你 用什么干扰你 明文周旋 颠簸流离干扰你 用各种的声音 人的眼光 人的评论 然后让你心怀不平 连旧约众生都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你要以祂的信实为良 现在你留意啊 哇 又是开始有具体的步骤了 我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你 神会教导你 在你的工作上 职场上 要怎么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哈利路亚 如果你是一个带领团队的 主啊 这个团队怎么带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 主啊 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怎么样 能够更衷心 做好 你托付我的 虽然是人托付你的 但保罗说 不是为人做 乃是为主做 到一个地步 你会被超自然提升的 约瑟就开始实行 神给他的蓝图 约瑟聚恋埃及地 七个封年 一切的粮食 把粮食存积 你看到这个存积 代表的是什么 大家起来说 有预备 今天你的存积是什么 听好 存积主的话 你最大的需要 弟兄姐妹 主的话 存积和他的连结 和他的关系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 都存积在本城里 约瑟继续五谷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谷不可胜数 约瑟开始 按照上帝的计划 很大的预备 紧接着 你看到饥荒来了 到五十六节 当时饥荒变满天下 所有的人都开始紧张了 而我也有一群的人 这一群什么人啊 跟约瑟一伙的 跟约瑟一伙的 紧张吗 恐惧吗 忧虑吗 今天你跟谁一伙 你跟十五天的约瑟一伙 我心连接于你 每个心跳是你 相信主的话语 因为主绝对不会让你缺乏的 否则信的对跟信的错 有什么差别啊 这是为什么上帝 早已经给约瑟预备好了 我是指耶稣的父亲啊 耶稣的父亲 约瑟 玛利亚 早已经预备好了 你看到了吗 那个时候 西律王还没有晓得 耶稣降神 是东方的博士 来到了以色列这块地 然后 西律王才准备杀耶稣 但上帝在这之前 早已经预备好 他们去的逃难的地方 神给他们避难所得 当你真实地安息在基督里 你都不知道 什么好事情会找上你 但一定会找上你 因为你跟预色在一起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我认识某一个大人物 我认识了最最大的神 我的神必不让我羞愧 我的神必不让我 灭了子窩 神有一千万个方式 有一百亿个方式 为你调动各样的资源 多年以前 戴德森有谈到他的经历 那个时候 你想想 在中国宣教 一个外国人 多么地艰难 举步为艰 有一天他跟主说 主啊 我家的米糕没有米了 没有米了 全家人 没饭吃 当他们亲近主的时候 突然听到 门口有响声 他们跑出去 有人把米扔进来 但他跑出去 看的时候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 是我的天使干的 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你还记得 那一个接待了以利亚的寡妇 从此之后 他的瓶 再也不短缺 油 他的钢 再也不短缺 面 上帝可以超自然的家政 如果耶稣可以水变酒 如果耶稣可以用五饼二鱼 喂饱 至少五千个难定 上帝可以超自然的被证 我不是说 你一定要经历一模一样的事 我也不是说 你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打开冰箱 看一下 但最重要的是 在我的身 凡事都能 神永远是有预备的 当时的饥荒 变满天下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往哪里去 往哪一个 早早地接收到 属天的信息的 哪一个人那里去 弟兄姐妹 永远不要担心 教会不复兴 因为在末了的时代 人心惶惶 到一个地步 人们要寻找平安 人们要寻找 哪一个人 能够给他带来 真实的方向 永远不在乎 教会的当下如何 是我自己 和神的关系 到一个地步 神会让你 极大的发出荣光的 现在我要请 弟兄姐妹 展开你的合理想象 埃及的百姓 在干嘛 当约瑟得到这个信息 除了王公里 这些最核心的人之外 埃及的百姓 和其他的国民 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是看 接下来 约瑟带领的团队 在征收粮食 但是他们 摸不清其中的门道 是什么 他们只是知道 他们在买粮食 可是看起来买粮食 因为他们太习惯了 因为他是代表法老 所以政府买粮 这件事情 有什么奇怪的 况且我们现在 是大分收 所以卖粮给 约瑟有什么奇怪 他们只是看到 约瑟做这件事 但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 也就是说 他们只是看表面 但不知道 内在的 根本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你知道吗 当约瑟 得到神 给他信息的时候 埃及的百姓是什么 埃及的百姓 依然过 他们原来的生活 看起来一切都是 风平浪静 埃及的情侣们 依然散步在 尼罗河边 在月光之下 他们 你浓我浓 老爷爷 追着老奶奶跑 还在尼罗河边 跳广场舞 老爷爷 对着老奶奶说 你是我的 小雅小苹果 他们还是 没一天过 这样的生活 他们不知道 接下来 发生什么 所以他们 没有 预备 他们只是过 所谓的 正常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 在末了的世代 哪有什么 正常的生活 人们竭力地 想维持 原来的生活模式 人们只能 叹息说 再也回不去了 对啊 这个世界 再也不一样了 国家跟国家 之间的关系 再也不一样了 经济的格局 不一样了 人们只是在叹息 因为人们 多么想回到过去 人们留恋 曾经的日子 可是神说得 那么清楚 黑暗遮盖大地 一万遮盖万民 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变好 如果这个世界变好 耶稣为什么要来 因为世界 反正会变好 科技可以更发达 文明更先进 但人心依然在迷失 这个世界 人们绞尽脑之神 要拯救地球 维护地球的绿色 但是我告诉你 人们唯一要救的是灵魂 当人的灵魂改变 人们的生命改变 这地球才能改变 人们只是在 做外面的文章 只是做皮毛的 这个地方 环境被治理了 人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破坏环境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只会越来越趋向 黑暗 更多的斗争 迷失 虚恐 绝望 不满足 保罗 语重心长地教导 他熟练的日子 提摩太 你要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是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 傍赌 违背父母 万恩负义 心不圣洁 你看到了吗 排行榜第一名的 那是人要专顾自己 我们不熟悉吗 第二 贪爱钱财 这就是末世的典型特征 那是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当保罗在教导 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哥林多教会啊 不要失去像基督所存的 存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 引诱 虾瓦一样 人们之所以迷失 因为人们恐惧 人们要抓眼前的 人们要削尖脑袋 要往一些地方爬 人们要绞尽脑汁 可以不顾亲情 亲兄弟可以反目成仇 亲戚可以翻脸 有时候只是为了 眼前的一些钱财 一些利益 没有什么亲情 当家庭发生斗争的时候 那个惨灭 往往比跟别人发生的 斗争更严重 几乎是神的孩子 当一个人看不见的时候 活在眼前的时候 真的是可怜的 主说你要看见 你什么都不用怕 我预备你早知道 甚至到一个地步 如果有一个头子 你真的祷告了 你里面有感动 你投下去 七年都没有回报 七年之后 神会让你看到 什么叫不可思议 重点不是跟哪一个 有经验的人 某一个大师怎么说 某一个经济学家怎么说 智者千律终有一事 如果经济学家这么厉害 这个世界的经济 被这些经济学家搞成这个样子 太有才华了 整个人性已经堕落 人的理性 人的思维都已经堕落 太有限 人们需要天上的信息 神在寻找管道啊 弟兄姐妹 我所有所谈到的就是神在寻找管道 因为神在末了的时代 要让这个世界看见那一些与他连接 与他同行的人 会带下不可思议的祝福 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所有的人都到约瑟那里去 因为约瑟有天上的信息 在危机爆发时 那些提前从属灵界领受话语的 就会提前预备而超越在风浪之上 那些没有领受话语的 就会惊慌失措 甚至被危机吞噬 宝贵的弟兄姐妹 听牧师一句话 无论过去有什么损失都不要怕 因为好戏要上演了 上帝要一步一步带领你经历 不可思议的翻转 真的 最大的满足和喜乐 是我今天跟主的关系怎么样 因为最大的荒凉不是外在 是内在的饥荒 人饥饿飞饮无病 干渴飞饮无水 为什么饥饿 为什么干渴 为什么不满足 为什么转转反射 我的心为何在我里面忧问 因为没有天上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师徒保罗他这样坚决 保罗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是指甲 我不知道别的 当今天这个世界 人们极度地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大脑 人们害怕落后 人们在学知识 听好 凡事都可行啊 不是不可以学 但我鼓励你啊 你就算花钱去学什么 你有没有先清净主啊 不是不可学 凡事都可学 但要先清净主啊 如果你的孩子读哈佛大学 没问题啊 读哈佛大学 总好过读佛学啊 没问题啊 培养他 但是他会不会被你搞得很辛苦啊 你不要做虎妈 这个家现在极度地破碎 因为没有一个掌控的关系 是真正能幸福到久的 我可以把孩子培养成很厉害的 最顶尖的 人眼中 哇 好成功啊 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真的幸福吗 到一个地步 孩子长大了都不愿意回家 到一个地步 夫妻之间都没话讲了 曾经风光一时啊 这是世界的知识 世界的知识都是武装 而基督的知识竟然所放手 你只要来亲近他 不是不可以学 什么都可以学 但要先亲近主 不要学 主没有让你去学的 因为你一定浪费时间 如果你没有先亲近主 莫非知道他怎样用寂寞 来偷弃你的时间 我要有天上的声音 因为你绝对不会落后 你绝对不会缺乏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未曾见过一人的后一辈期 少壮的狮子还缺失人恶 但他寻求主的 依靠主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这是保罗 日地有声谈到的 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搅劳我 因为我身上 带着耶稣的印记 不要搅劳我啊 弟兄姐妹 魔鬼记着很多的文字图片 到一个地步 看太多的抖音 晚上躺在床上 人都在抖啊 没有平安 因为只要让你 接受不到神给你当下的话 神给你三成天的信息 你看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要谈到的 不是一个要求 如果你说 牧师我真的做不到 我控制不住 你来跟主说嘛 一步一步来嘛 千万不要被定罪 你可以一边看 一边跟主说 主你帮助我 带领我出来 我控制不住 我宁愿都我也要看 你跟他说嘛 我控制不住嘛 我知道我的手很贱啊 我知道我的手控制不住 我也点开啊 难道拿一把刀切了 也可惜啊 怎么办 跟主说 主我就是要看 我就控制不了 我就是粉纹不平 我就是要跟他斗 你跟主说 一边斗一边转向主 斗的时候怎么转向主 那斗完了转向主也可以啊 好过斗完了 也不转向主啊 控制不住抱怨 那只能抱咯 控制不住发脾气 那只能发了 但是发完之后 不要定罪 主耶稣我转向你 我刚才又发了 很难看 但是你还是爱我的 跟他说嘛 对不起 我只讲我有经验的 不然怎样 不然我去死啊 我也不能接纳自己啊 我也对孩子大声说话啊 我说完之后 我也拍拍我的老脸啊 开玩笑 拍我的小脸啊 我也恨自己啊 但是主说不要定罪 如今在基督里 像孩子发脾气的都不定罪了 转向他一步一步来的 主啊 我转向你 转向你 耶稣 没有别的东西 能够给我的人生有路的 没有别的话 没有别的教导 能够救我 唯一能救我 给我方向 给我亮光的 带领我走人生 越走越光明的 这个道路的 唯有十字架完工的真理 所以这是为什么同样 在希伯来书第三章 为什么圣经如此说 总要趁着 还有今日 大家一起来说 趁着 趁着的意思就是 时间多还是少啊 少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神带领你到这里来 就是再一次来点醒你 让你把重要的当作重要的 把不重要的当作不重要的 不要把重要的当不重要 也不要把不重要当重要 可悲的人生就是 把重要当不重要 把不重要当重要 正确的人生就是 重要当重要 不重要的当不重要 听不懂的话 你还是很重要的 总要天天彼此相劝 所以你看到了吗 圣经是这样动落观火的 他看到末世的危机 免得 换句话说 圣经的作者 当他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他知道一定有人 所以他说 免得你们中间 也就是说 已经有人这样了 那么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最大的罪是什么 不信 有人不信了 有人开始相信世界的方法了 心里就刚硬了 他会说 恩典我已经很懂了 这些道我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圣经在这里面谈到说 其实你怎么样 能够越来越饥渴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到说 一直吃一直吃 你需要一个团体 你需要一个团契 来扶持你 因为你一个人 会变硬的 但是当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你的心有没有 柔软一点啊 柔软一点 哈雷路亚 真是神奇 像你这么刚硬的人 都能揉乱 不容易啊 同志们 哇 感谢主 你了解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趁着有今日 你怎么样能够 一直把你的焦点 对准基督 如果你一直对准基督 你就能够有三成天的信息 而三成天的信息 把你带到超前的地步 可以超越这世界 这就是神的心意啊 为什么对准基督 因为对准基督 才能够领受正确的讯息 而且是当下的 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 五章十七节 我是受红恩 还记得吗 是现在式的 是怎么样的语态啊 被动还是主动 主动的语态 哈利路亚 我现在受红恩 主的话语也是 祂给我的恩典啊 祂的话语解开 发出亮光 使我门壁被驱散 压制得解脱 让我整个生命 可以熠熠生辉 并且得生有余地 活出喜乐的人生 传道书第二章 大家一起来念来 一二三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每一次我们读到 智慧和愚昧 或者是无知等等 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直接来解释 跟世界的知识没有关系 圣经里所有谈到的 智慧啊愚昧啊 无关乎一个人 知道多少世界的知识 而关乎这个人 他对神和他的话语的认识 认定的程度 那么当一个人 对主的话语 对属灵的知识 有更多的认识 他就是智慧人 也就是说 一个人无论在世界上 能认为他多聪明 如果他对神的道 对基督的认识不够 很抱歉 在神的眼中 不是智慧人啊 差别 最重要的是在于这里 这就是彼得说的 各样的恩惠平安 怎么样可以倍增 借着我们认识 神耶稣基督 当约瑟在埃及 做宰相之后 法老给他权柄 他就开始照着 神给他的蓝图 在各处心境良场 后来 几荒来了 《创世纪》47章 几荒盛大 全地都绝了粮 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 因那几荒的缘故 都怎么样 饿昏了 现在我告诉兄姐妹 什么叫恶昏了 当我们谈到恶昏的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是因为粮食的缺乏 其实根本无关乎粮食 关乎什么 关乎起事 人饥饿非因无病 干渴非因无水 那是因为没有领受主的话 他们之所以在物质界饥饿 是因为他们信息的不对称 约瑟领受了信息 而他们没有领受信息 你看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导致结局的不同 那些领受讯息的越走越光明 等一下我们要看见 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在这里面你看到已经开始发生这样的事情 叫两极分化 富足的越来越富足 贫穷的越来越贫穷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 所以现在我请大家先留意在这里面 什么花尽了 银子 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 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 求你给我们粮食 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 约瑟说 若是银子用尽了 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 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所以银子没了 现在拿什么换 牲畜 那么现在埃及人怎么反应呢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越瑟那里 越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麻 那一年 因患他们一切的牲畜 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你知道他们正在发生什么 正在发生财富大转移 弟兄姐妹 这是一幅末料世代的景象 那一年过去 第二年他们又来了 他们就对越瑟说 我们不满足 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 牲畜也都归了你 我们在我主面前 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 一无所剩 于是 越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 埃及人因被饥荒所破 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 在这里面我看到三个词 金银 牛羊 和田地 弟兄姐妹 其实这里面谈到 牧师的经济学 越瑟最后掌握的是什么 是流通货币 是流动资产 和固定资产 你看到了吗 当牧师财富大转移的时候 听好宝贵的弟兄姐妹 当你 对不起 我必须要挑两下 上帝要让你经历到一个新盛 不只是拥有流通货币 不只是拥有流动资产 上帝借着 因为你愿意来领受他的启示 他不只是要加装你的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很重要啊 一个公司可以盈利 但是如果流动资产 流动的钱不够的话 公司仍然可能会倒闭嘛 所以流动资金很重要啊 上帝不只是加着你的流动货币 也加着你的固定资产 虽然我们不是要追求这些 可是当你信的对挡不住的 只要信 说阿们 只要信 不管你前面的道路 有什么样的挑战 不管现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约瑟所发了啊 我会给你平安的话 因为我知道我的神那里 除了平安没什么了 只有平安没有灾祸 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只有流动货币 流动资产固定资产 只有赏赐没有偷窃 哈利路亚 我要跟你谈到的是弟兄姐妹 凭什么 凭什么 埃及的百姓可以愤愤不平的时候 凭啥 银子都没了 你看到了吗 牛羊也没了 钱都给了你了 如果法老 埃及是一个大公司的话 又是个CEO 一个公司有这种CEO 老板真的笑开怀啊 你看到了吗 奉耶稣里面祝福你 凡你所在的地方都因利而蒙福 真的 你的智慧不是从地上来 我告诉你 在当时 埃及最高级的学者 最顶尖的经济学家 都无法估算到 接下来发生这些事 他们也束手无策 唯独那一个有神启示的 与神同行的 如果你看到 越色的人生 圣经不断地记载一句话 也怀疑越色同在 越怀疑越色同在 越怀疑越色同在 越色超越这世界 同财 同行 超越他的同学 唯一的秘诀 不是因为他有背景 如果你哀疼你没有背景 看看越色有什么背景 倒也不错 背景是立体的坑 也不错 四面楚歌 四处都是逼迫的 下坑下坚 越色的人生 一直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 可是绝望的人 不要再叹息 受苦的人 不要再继续悲观 因为在我的身 凡事都能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 失去流通货币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这些埃及人 他们什么都有 但是唯独 没有启示的话 这一个故事 是预表末世的 如果你留意 平约瑟牧师曾经讲到 变亚民之派 这是神曾经也向平约瑟牧师 启示的 他说末了的世代 约瑟的兄弟 变亚民之派 就是最后神要兴起的 一波复兴的浪潮 比众弟兄多五倍 整个月色的人生 他其实预表了 是末世的世代 神在兴起的作为 你看到神的心是什么 神不希望你被挟制 神希望你富足 神希望你夺回属灵的自立权 而不是被捆绑 被压制 所以听好 无论在过往的日子 你有怎样的挟制 甚至如果你在家庭中 在财务上 在工作上 你可能 曾经不小心进了一个坑 上帝不只是要把你拉出来 而且一定让你经历到补还 看这个坑有多大 我告诉你 坑越大补还越多 为什么约瑟要到这么高 因为它曾经下得太低了 所以上帝说 必须要更高 才能抵消曾经的羞辱 Yes Lord 当上帝翻转的时候 永远比你想要的更多更好 品质更好 数量更多 我不是说你故意要下个坑 这样子上帝才能把你提得更高 下坑也是苦的 因为能够让你高的 不只是补还这一周 只要你的智慧加成 你自来而来也能高 Hallelujah 神不希望我们在挟制中 你知道什么是挟制 欠债是挟制 这是为什么神要把你解救出来 神不要让他的孩子在挟制中的 真言书22章 父护管辖穷人 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看到了吗 神不要让你被挟制 圣明纪15章第6节 因为烟花你的神 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自向他们借贷 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这个管辖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被钱财 不被债务所挟制 哈利路亚 我告诉你 约瑟曾经是被挟制的 约瑟没有任何自由 是个奴隶 你知道吗 人家想弄他就弄他 事实上 其实波提法一定知道 约瑟没有干那件坏事 如果他真的相信他妻子的话 约瑟还有这条小命吗 你了解吗 波提法很可能非常清楚知道 他的妻子是什么人 但是他必须要拿出点威严 否则家丑外传也不好听 所以他只是把约瑟下奸 否则约瑟这种努力 根本不值钱 随便干掉就干掉 你看到了吗 约瑟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那么大的诬陷 上帝说现在是翻转的时候 现在的约瑟 不是在被挟制 而是有治理权 对方姐们一起来跟我说 治理权 听好 神要帮助你 在你的家庭关系中 你有治理权 不会再被魔鬼压制着 在教导儿女的事情上 你有治理权 你清楚地知道 该有智慧的话 怎样对孩子说 在财务上你有治理权 你不再欠债 因为这不是神 希望你活的光景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谈到 要大大的张口 跟主领受 跟主领受 除了来到主面前 跟他祷告 说阿爸我领受 除了用这样的方式领受 最重要的就是 与他的道联合 因为凡是道的足迹 所经过之处 百物都富佬 什么叫领受 除了在主面前跟他说 还有就是与道联合 因为与道联合 这是为什么 你看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他说这经上的话 使你有得救的什么 智慧 精彩 有得救的智慧 这个得救的智慧 除了你灵魂得救 不只是包含灵魂上天堂 我有一个龙眉家乡 摘天那边 不只是这一点 还包含你生命 每一个方面得拯救 哈利路亚 你的财务要得拯救 你的家人关系要得拯救 你的下一代要得拯救 一人的后衣 绝对蒙拯救 神给你有这样得救的智慧 如何有得救的智慧 保罗说 你要领受圣经的话 这圣经写给你 就是让你在凡事上 经历拯救 神给你有这样的智慧 与道联合 就是与基督联合 基督就是道的本体 也是智慧的本体 与道联合 就是与智慧联合 哈利路亚 这是我每天为什么要吃 弟兄姐妹 在末了的世代 贫富两极化 会越发严重的加剧 曾经富足的 不一定长久的富足 曾经贫困的 不一定长久的贫困 而世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财富 所以 人们要加速地武装自己的头脑 强化自己的意志力 但那些拥有数天启示的人会明了 唯有基督的智慧和启示性的话语 才能带给你真正的心声 人们武装自己 人们说我要死磕 有没有听过死磕这两个词 我要坚持到底 我要努力 我要武装自己 我不能落后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不加把劲 我就落后了 我就赶不上了 可是当圣经谈到赶不上的时候 唯独只在一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有一件事情你最要恐惧的 免得你赶不上 希伯来书第四章 免得你赶不上什么 安息 当人用自己的努力 转斩反侧 一边拼命 一边又要通宵达弹 一边又要辞退黑术 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挣扎中 其实这个是什么 还叫垂死挣扎 我们就是不甘心 因为我们就是不相信 希伯来书第四章 你唯一要恐惧的是 你没有安息 我不是什么都学 除非神带领我去学 我不是什么都听 除非神带领我去听 若不然我一定要好好睡 要好好吃 越吃越说 哈利路亚 这个世界活在恐惧里的时候 因为人们没有别的可以抓 所以只能够抓住 能抓住的知识 但唯独启示 能够把月色带到新圣 在埃及 你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兄姐妹 多么惨痛的教训 那些没有启示的 什么都有也没用 我们一起来 正言说十六章第六节来 人心筹算 自己的道路 唯有耶和华 支应他的脚步 圣经里面谈到说 你筹算太多 以至于疲倦 每一天活好当下 如果我每一天 都用我的时间精力 去担忧明天 也就是我永远都 不能活在今天 因为今天担心明天 明天担心明天的明天 明天的明天 担心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我永远都不能 享受在当下 所以就像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天 有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挽个腰 看到地上捡了五毛钱 我在马路边 捡到五毛钱 我才不交给警察叔叔 放我兜里 从此之后 他走路再也不抬头了 走路都是看着地 他再也不能够 欣赏西阳西下的美景 这也不能够享受 晚风轻浮 澎湖晚安 白浪猪沙滩的美丽 他只能够低着头 想问148年的妇女 每天只是看着 尘土地上的事 所以他每一天 只能够与眼前的苟且连接 却失去了远方的田野 还有一首诗 筹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用你的精力 用你的时间 投注在 你没有经过与神商谈 自己的盘算 自己的判断 如果梦想与神的圣灵结合 梦想成正 如果梦想只是跟自己的盘算结合 腰酸背痛 腿抽筋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失败的聪明人 忍住不要看你旁边的人 真的 你仔细想一想 我告诉你 往往非常聪明的人 才有资本输得很惨 笨的人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 输也输不了多少 你看到了吗 我下面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是一个全世界被称为最聪明的人之一 他的失败 就是牛顿 1711年的英国 有一群人创办了南海公司 这是一家专营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的特许公司 1719年 英国政府把一部分年金投入在南海公司里面 然后这些年金赚成了南海公司的股票 根据当时的估算 这个公司的股票的价值是每股100英镑左右 但在1720年初 南海公司炒作它在南美殖民地贩卖努力的垄断权 以此来抬高股价 所以原先的股价是每股100英镑 那么这个公司就开始抬高它的股价 当时南海公司做了很多广告 进行各种炒作 比如他们大力宣传 当时很多社会名流都持有我们公司的股票 所以很多报纸都在报道这个公司 使它的股价一下子狂涨 当时牛顿也持有了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时他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了 他被视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他买入股票时 股价大约是100英镑左右 后来涨到400英镑 牛顿一看这个基本面明显没有那么高 股价太疯狂了 所以牛顿全部清仓 挣了挺多钱 换算成现在的面值 牛顿当时赚了100多万英镑 牛顿清仓之后 股价并没有跌 这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股价已经很高了 但反而继续直线往上涨 那么疯狂到什么程度呢 每股从原先的100英镑涨到400英镑 又涨到快1000英镑时 这个时候牛顿已经坐不住了 我知道你也坐不住了 因为他看见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挣了更多钱 而他觉得旁边的人都比他笨 你知道最让他遗憾的是什么 就是比我笨的人发家了 所以牛顿怎么办 他用尽了一身的积蓄 以每股1000英镑的价格 重新买入南海公司的股票 结果他进入的时候正好是顶分 然后股价就一路狂跌 这导致牛顿很快就亏得倾家荡产 按现在的钱来算 他亏了大概500多万英镑 牛顿的晚年其实是比较悲凉的 后来牛顿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可以计算星球运动的轨迹 但是不能够预测人疯狂的程度 无论你是黄金交易 股票交易 证券交易 凡事都可行 只要是国家许可的 合法的 也符合圣经的道德底线的 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是神要带领你 听懂得说阿们 我举这个例子要跟你说什么 就算是牛顿 如果你看他的晚年 充满了叹息 所以不是跟着哪一个人的 因为那个人很聪明的 聪明也可以被聪明误啊 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寂寞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作为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你看到圣经在这里面 谈到三个 不 不从 不占 不做 这三个不代表的是什么 不要连结 有一些的朋友 记得远远地给他祝福 因为你知道 你还没有到一个地步 可以影响他 你跟他在一起 只会被他影响 与智慧人同行 必得智慧 与愚媚人同行 必受亏损 顺道一提 好的建议 不一定对你好 因为他的出发点好 但其实 闺蜜可以出损招 我不是说他们是恶人 你不要误解 你不要误解 我是说 有人是好心 但不一定是 从神来的主意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要听神的声音 当约瑟那个年代 所有的埃及人 他们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末了的时代 当灾难来到之前 他们完全无知无觉 我告诉你 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三种人 第一种人 先知先觉 第二种人 后知后觉 第三种人 不知不觉 挪亚的日子怎样 约瑟那个年代 脑饥荒的时候 那个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 也要怎样 人们照常吃喝家去 你告诉我 当埃及发生饥荒之前 埃及的百姓 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照常吃喝家去 约瑟那个日子 他们每天干什么 他们每一天 在尼罗河边的广场上 跳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他们干什么 他们天天刷抖音 他们依然天天谈论着股市 依然谈论着 蚂蚁上市 他们在东北吃着 蚂蚁上树一道菜 他们每一天 依然这样子 容许我说 最聪明的人 依然可以过 非常可怜的人生 保罗论道 树林门壁的时候 他说 那个世界的神 门壁了人的什么眼啊 心眼 门壁的人 有什么样的光景 他们只专注于 今生的富足 富足不是我们专注的 富足是怎么来的 是神 嫁给你的 你却要思念天上的事 而神 竟然愿意赐福你 地上的事 如果你只是关注地上的事 你不是念天上的事 我们跟这世界没有差别 能够让你超越这世界的 不是你 博览多少世界的群属 真的 弟兄姐妹 时间不多了 我每一天要单单聚焦耶稣 我不要让那个掺杂的话语 进到我的心里面 因为我的心尊贵到一个地步 不是给掺杂和垃圾预备的 我这么漂亮的小耳朵 不是垃圾桶 告诉你旁边的人 笑一下跟他说 你漂亮的耳朵 不是垃圾桶 Amen 你的心尊贵到一个地步 是为神的智慧 和高举基督的道 所预备的 单单是基督 单单是基督 万有多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聚焦于他 谈论他 敬拜他 感谢他 赞美他 传扬他 哈利路亚 单单是基督 哈利路亚 唱歌 唱歌 出岸地滋味 还有什么感甘甜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 主在我 你一面 世界 不再吸引我 主爱 胜过全所有 一身 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稣 主在我 里面 因为耶稣 在我 里面 我的生命 海过 天空 无论 万经 全体 我深深相信 主的 安年 一定 都有 因为耶稣 在我 里面 我们 勇敢 面对 明天 困难都将过去 我靠住 我靠住 站立 顶尽 千双 荣耀 外面 因为耶稣 在我 里面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海过天空 我能 怀疑 我深深相信 我深深相信 我能永远面对明天 困难都将过去 我靠出真理 已经天上荣耀坏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